天才刚破晓 是缅甸难民贾伯尔一天忙碌的开始 甩饼的姿势很熟练 年仅18岁的贾伯尔 周末会到爸爸的档口协助卖印度煎饼 家中有10个兄弟姐妹 贾伯尔排行第六 跟随父母逃难来马才有机会上学 正当统领孩子已经起跑时 贾伯尔才刚绑好鞋带 14岁还在念小学的他 要比别人更用功 他说起初的时候 要起经理 不懂在老师讲什么 因为程度实在不够嘛 你从四年级一下子拔上去中学 但是他就肯这样坚持下去 不止下问 一直在问 他讲他在班上问最多 所以他学了最多 浩雪不振 贾伯尔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还主动参加电脑班 协助同乡处理文件申请 贾伯尔放学回家后 还要帮忙准备隔天食材 再累也要坚持 只因心中默许了一个愿望 一致不可能 到近难民在异乡的无奈 尽管如此 贾伯尔仍不放弃一丝希望 I still hope that I want to I still there I want to be a pilot 大衣新闻李婉俊 王瑞芳 林奇斌 马来西亚报导